馬上就扳平了 那倒是統一這邊第一局 這個 喔! 運氣不好 直接打進了王威城的手套裡 正要說 攻勢只有在第一局之後 好像二三兩局有點比較近悄悄喔 那時光你這個球其實打得很扎實 又被三壘攔下來喔 那天9月18號 王振順手三壘 陳傑憲是鼓主 他打了兩顆像這樣的強勁平衛 打高了 再來一壘後方 尷尬喔 喔唷 王振順有接到有接到 喔! 一壘省判定是 迴壘不及喔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兩個 一壘手跟二壘手 這個一個接球 是有一點點驚險喔 所以王振順是有 背向式的把這球接到喔 那 應該是德寶拉有來補位喔 現在現在應該是要做一個挑戰 挑戰 以 林大安的一個感覺是覺得說 德寶拉在接 因為他跑進來接嘛 那踩著連棒的時候球還沒到 但是他 離開的時候才接到球的 那現在就是要看電視 不斷的 接到球的瞬間 腳有沒有離開喔 那這樣看起來 應該還在 因為這是一個連續動作喔 是 我們剛才是放慢隔才發現說 他接到的時候 腳還踩著喔 這個時候才離開的喔 應該是沒有問題 嗯 從這個角度再看 OK 嗯 嗯 在4局下半 統一的攻勢 林大安是也獲得四外九寶松上壘 那林靜凱就一個夜列後方的 小飛球 王正順是接的驚險 我原本以為會沒接到的 對 結果沒想到王正順還撈到 然後趕緊 回聲找到不慰的德寶拉球船回來 造成離磊太遠的林黛安 出局 感覺是放慢隔的 哈哈 這音格差滿多的看 嗯 如果說確認這個接球的時候 腳喔 嗯 還在壘包上 那根本 林大安是沒有任何機會 對 因為球進手套 我們大概還走了三四個 對 應該都 腳都還黏在壘包上 好 奧斗 維持原判 所以形成了一個 Double Play 也結束4局下半 統一的攻勢 3比1 統一暫時領先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可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 官方Twitch頻道 以及Podcast 兄弟你來說